哈珀一岁把完名牌包贝嫂当选最无趣名人 贝嫂维多利亚日前带着她最时尚的配件 一岁大的爱女哈珀从伦敦飞抵纽约 前天母女俩出了饭店是要去哪里 衣服champ 头发champ 贝嫂把黑色乡型车的车窗当镜子啊 嗯 准备OK 然后走起了台步美美的给狗仔拍个够 她自己现在M拍精品和P拍精品逛了一圈 她最时尚的配件跑哪去了 这不就来了吗 贝嫂和小哈珀都在胸前别伤了乳癌防治粉红丝带 逛街不忘宣传工艺 他们走进G牌 同装部耶 折折折 真高档 哈珀从小就培养了时尚品味啊 一进门就立马抓了个包 顺便赏他妈一起粉圈 好在老妈鼻子很坚强没被撞断呢 被嫂的脸依旧绷紧紧 跟鼻子一样被撞也不动如三 哎呦 就是这超紧绷的招牌G3 被英国两千名同胞选为 全球最无趣的名人 打败爱搞怪的娜姐玛丹娜 跟最近失婚的单身阿堂哥 苹果原来笑笑笑笑 有一身心健康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